其實攀石要計劃你的路程 就像一首歌一樣 旋律就是這樣 如何表演你的旋律 終點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要到終點 對, 都要唱完那首歌 之前做過音樂的教授 現在要做體能的教授 我馬上請一個高人替你指點 他就是蜘蛛女, 包生喉, 浩棟媽 鄭麗莎, 請 我是蜘蛛女媽, 鄭麗莎, 大家好 攀石很講求 可能在攀石之前的計劃 如何令事情容易做 或者做得好看 唱歌來說, 表達得好聽 有故事、有角色 我覺得兩件事都是關係 太難了 我們從這邊的綠色開始 然後… 怎樣到這裡, 自己想想 加油 加油… Lisa, 需要這麼帥嗎 就是這麼帥, 才好看 我的手… 這個招的竅竅是指 我們要用力的時候 怎樣可以讓手指充分利用它 重心蹲下 對, 呼氣 重心移過來用腳 對, 很好… 好, 很好 對, 還有上面, 捏著 好, 跳… 加油 兩隻手… 很難得有Lisa今天在這裡 請教她 教你如何去做上鏡頭 讓肌肉更好看 或者上台的肌肉更好看 她是健美冠軍 她是健美評判 你先脫下衣服給人家看看吧 風部有些肉, 不錯 腰部夠窄 還有腹肌 如果你有機會做健身 要挑戰肩膀和背闊 如果有蛙船 在健身室對抗就更多蛙 好 直至風口打開一點 人們會感覺到看上來更鎖 蕭肉, 鎖, 眼神 殺死你 還不是我的贏 蕭肉, 鎖, 鎖 看著你, 看著你 下手就看著你鼻子的位置 她的能力很厲害 因為她在最後的比賽 是真的走出來的那一刻 你做完之後就走 所以她真的很懂得 遇到那一刻 所以我真的要好好學習她這種能力 要很有自信地走上去 然後殺死所有人